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台北股市連續兩個交易日 大盤指數在盤中 都攻到了萬點大關 那今天我先跟大家 承諾兩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先恭喜 我們會員朋友 這一波鎖定在汽車電子相關的 一個好股票 龍頭的起跡 今天股價再創新高83.2元 繼續大漲繼續賺 上個禮拜都還在推薦的3003 這個車用電子的新黑碼3003的劍核心 今天也大漲上來43.9元的價位 也創新高 車用電子繼續的大漲 先恭喜會員朋友 那但是重點在第二件事情 今天開始我建議會員朋友 這當中有一些股票 開始做一個融券放空的動作出現 那為什麼我在這個地方 行情漲到一萬多點了 哇看起來正大好的時候呢 卻建立投資朋友 這裡有這個空單避險的一個操作呢 很多會員朋友今天都打電話問我說 憲榮老師我跟你做股票做了這麼久了 第一次看到你開始建立投資人做放空的動作 甚至去年大盤一度跌到8500的時候 都在堅持做多 怎麼這個地方反而再建立大家 建立一些空單的部位呢 好那我跟大家來做詳細的說明 第一個在指數的部分 其實在昨天已經跟大家 前兩天已經跟大家分析到 好當大盤指數觸及到萬點大關的時候 量已經放大到1600多億對不對 短線上有過熱的訊號 第二個領頭陽台積電也未過9775高點 所以這邊大盤指數的部分 有一些警訊開始出來 那因此為了要預防大盤會有回檔的風險 我認為這個地方 我還是有多單的部位 車用電子起機建核心 我們還是繼續抱在手上哦 可是要預防大盤會有回檔的風險 所以呢我建議有建立一些空單部位 來做避險 那第三個這當中 理由在於人生有幾次萬點可以空 人生有幾次萬點可以空 可以這麼說 我在股票市場 已經有20年左右的時間 那這20年當中經歷過親自經歷啦 當然第一次漲到12000多點 那個時候我年紀還小 我就不多說 我親自經歷台北股市有三次上萬點 那這三次上萬點 包括在這當中 10256 10393 跟這一次的最高來到10014 發現一件事情 這20年當中 我過去這20年的經歷 20年等於240個月的一個歲月當中 發現到指數在萬點之上 只有多少時間 只有五個月曾經觸及到萬點 其中只有一個月的指數收盤 是收在萬點之上 換句話說 其他四個月都只是盤中碰到就下來了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指數現在再來到萬點之上 240個歲月當中 只有五個月指數是觸及到萬點的 換句話說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台北股市其實 如果在這裡建立一些空單部位 風險也不會太大 那第四個最重要的原因 我要告訴大家 在這邊會建立空單的一個原因 開始要採取擴大利潤的做法 什麼叫擴大利潤的做法呢 以前我常常強調做股票 你看盤的重點在哪裡 結構變化 看懂誰是強勢股 誰是弱勢股 賺錢的關鍵做好太弱則強 弱勢股要捨得賣對不對 所以強勢股要懂得買 好那這是基本功 這地方我說擴大利潤 其實就是要把它升級上來 把原本太弱則強 基本功的動作 現在要把它進化升級上來 變成一個空弱多強 做空弱勢股 做多強勢股 融券放空弱勢股 買進做多強勢股 這樣子來不只可以降低風險 以防大盤如果萬利大盤 從萬點回檔 你手上都沒有做空股票 風險是不是很大 那不只可以降低風險 我告訴大家 其實更重要的 還可以擴大利潤 那怎麼說可以擴大利潤呢 我們就舉今年以來 我曾經怎樣跟大家做分析的股票 來做例子 就像在1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我提醒大家 智慧手機相關的股票 記得要見好就收 那鎖定在智慧汽車 所以在當時 例如1月21號 我們看好智慧家庭加上智慧汽車 核佔營收比重高達9成的起機 發現到股價在底部 已經有底部成型 然後大戶進貨的動作出現 所以在當時我們起機 在67塊8以下到65塊半之間 推薦給會員朋友對不對 好 那在當時1月份的時候 我們看好起機 那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們的宏達電 從129元以下到125元之間推薦 漲到161塊 當利多見報 宏達電專賣電 今年業績拼倍增 當利多見報 外資開始喊進 調高目標價 說會漲到二字頭的價位的時候 這時候漲到160幾塊了 我說要該見好就收了 為什麼 因為指標未過前報高 股價出現過高 指標未過前高 其實懂技術分析 如果你有來我部落格 學過我的操盤 及技術分析的課程 你會知道這個地方 好 宏達電已經轉落了 那後來的走勢是怎樣 來 我們來看一看 這是1月22號的宏達電 160幾塊對不對 那這是在1月21號的一個起機 股價在60幾塊的價位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同一段時間 起機的股價在這裡 宏達電在這裡 到現在起機股價再創新高 漲到83.2元 這段期間漲了27% 那宏達電卻從161塊 跌到最低127塊 跌了21%下來 那當時我跟大家講 我看好起機 那宏達電該建好就收 我並沒有去做 融券做空的動作對不對 好 那我避開了這一段的下跌 可是我賺到這一段 27%的這個左右的利潤 對不對 那可是你去想一想 如果我們能夠在當時開始採用這種 做多這個強勢股 放空這個弱勢股的一個做法 空弱的做多強的 那是不是就能夠擴大利潤呢 不但能夠避開這一段的下跌風險 還能夠怎樣 把這一段的這個下跌變成利潤 然後掌握到做多也賺 做空也賺 這就是我所說的 賺錢的關鍵不但要太弱則強 現在為了要降低風險 更要擴大利潤 所以我們把它升級上來 變成空弱多強 那其實不只企機跟宏達電 我們再舉個例子 就像上個月初三月初的時候 那我們持續看好在雲端 加上車用電子的新黑碼 當時推薦會員朋友5289的怡頂 當時我們說怡頂 除了資料中心用的記憶體 車用儲存方案 這地方也打入到ADS商機之後 打入到國際汽車大廠的供應鏈 帶動業績持續走高 也發現當時企機股價 已經有大戶開始默默進貨的動作 對不對 那當時股價在95塊附近推薦 好 那當時我也跟大家講 你要小心的是聯發科 聯發科當時利多劍報 說他4G晶片出貨量要挑戰1.51套 因為他的MT6795 打入到宏達電旗艦機種供應鏈了 大家都在看好聯發科的時候 我有沒有提醒大家 指數這個還在月線之上 聯發的股價已經跌到月線以下了 那接下來就要小心 小心這地方弱勢股攤上來 過不了505高點 這當中很有可能就回跌 那接下來關鍵來了 從2月底3月初到現在 企機的股價從95塊大漲到134塊 對不對 漲了四成左右 那聯發科的股價卻是從480開始就一路跌 跌到390 那我當時並沒有放空聯發科 我只做多儀頂 我掌握到這一段的利潤 那如果我們能把它升級上來 不但去做多買進儀頂 我們看壞聯發科 如果當時我們也做一個空弱 多強的動作 是不是這兩段做多的也賺 做空的也賺 加起來變成賺了將近快6成左右的機會 好 所以我會跟大家講 在接下來的操作當中 我們賺錢的關鍵 原本是太弱則強 這只是基本功 叫你把弱勢股一定要避開 轉弱的股票一定要趕快賣 選擇強勢股來做佈局 現在不但為了要降低風險 更要開始擴大利潤 所以我們會開始採取 空弱然後多強升級版的做法 要讓你的利潤 讓你賺錢的獲利 能夠更擴大開來 好 那當然在接下來關鍵就是 那哪些股票要去注意 可以來做農卷放空 那哪些股票不能框 反而還是要拉回來繼續買的 那可以買的股票 其實我之前都跟大家教過 我們怎麼去做一個選股 絕對不是說 哎呀看到股價沒有漲過 股價在低低的 我們就隨便去買 好那是不行的 尤其在指數漲到1萬點 如果股價還在低低的 我都跟大家提醒 你要小心是不是籌碼面 是不是基本面有問題 行情好還沒關係 可能還會補漲 行情不好一個震盪拉回 都可能往下破底 對不對 那相對的我們在做股票 選股做多買進股票 最重要專業的選股流程 你第一個就要鎖定 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找出來最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檢視籌碼面大戶在進貨 觀察技術面轉強訊號出來 這樣的股票我們在低檔 做多買進 就像今年我們帶大家買車用電子 告訴大家 現在越來越多的消費者 買車的時候都考量 他有沒有這當中足夠的電子 這個設備 尤其在安全相關的 對不對 也看好包括像起機 為什麼我看好起機 因為他在智慧家庭加上智慧汽車 合佔他營收比重就高達9成 再加上在整個智慧汽車當中 美國現在正在積極推動 所謂VtoV車間通訊 有可能在未來要納入到汽車的標準配備 而國內能夠去打入到 VtoV的一個供應鏈的電子廠商 有誰 只有一家就叫做起機 對不對 這是我當時看好他的原因 看好他的理由 鎖定到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找出來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檢視籌碼面 有大戶進貨轉強訊號出來 推薦給會員朋友 這是我們當時推薦起機的一個做法 對不對 後來你就看到起機的部分 這股價就從當時 在100更正一下 在前一張這地方看到 在當時股價還在底部的時候 剛剛成行大戶在進貨 帶著會員朋友 低檔六十幾塊的價位就持續在滿 那現在起機當然已經大漲到 哇83塊2 今天繼續創新高 我們就已經穩穩坐在轎子上 這是我們做多買股票的方法 好那反過來很多會員說 那為什麼再來要做放空的股票的話 怎麼去選股 好那我會跟大家講 其實剛剛好就是反過來 做多要鎖定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找出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有大戶在進貨轉強訊號出來 我們出手買進 反過來專業選股流程 放空版 融券版 我們鎖定的是什麼 景氣在持續下滑的產業 去找出來業績正在衰退的公司 然後檢視這些公司裡面 什麼股票大戶正在出貨 技術面一旦出現轉弱訊號 好那我們就會鎖定 開始採取一個空單避險的動作 那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今年一直提醒大家 小心避開智慧手機平板電腦 對不對 那像平板電腦的部分 為什麼這當中我說你要小心避開 它面臨了三大問題 第一個市場已經飽和 第二個規格已經走上高點 第三個在生活當中 所扮演的重要性不足 所以被取代性很高 你說要查資料 筆記型電腦 畢竟資料這當中 還是比較查起來 比較豐富一點 那你說要方便 大尺寸的手機現在越來越多 也都可以取代平板電腦 對不對 那第二個 我們也發現到2014年 平板電腦出貨量1.921台 比2013年衰退了2.2%了 這已經顯示 平板電腦已經提前進入到衰退期 第三個就連賣最好的iPad 雖然仍然位居於市占率第一 但是出貨也都下滑到6,340萬台 年衰退更高達了4.6% 所以整個平板電腦 市場已經達到高原期 甚至已經都要衰退期的情況之下 像這樣子的一個產業裡面的公司 我都會提醒大家就要小心囉 那這當中我舉個例子 這是我今天建議會員朋友在做 融券放空的一個股票 那這個部分會發現到他主力的產品 就是平板電腦相關零組件 第一季的營收 現在季報還沒公佈 但營收的部分已經公佈出來 第一季的營收比去年第四季 QOQ季減衰退了37% 也比去年同期衰退了25%的規模 好那季報還沒公佈 季報會怎樣我不知道 很有可能就這當中衰退下去 那也發現到指數創新高好 漲到1萬點了對不對 這兩天碰到1萬點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 那散戶都喜歡買這種 指數已經漲上來 不要去追強勢股 買這種低低的股票 弱勢股這當中沒有漲過的股票 好那散戶都一直在買 融資就增加上來 融資一直增加 指數上萬點了 為什麼它還不會漲 甚至股價現在連季線 連半年線都站不上去 誰在賣為何而賣 背後很有可能就是什麼 大戶已經在出貨的動作出現 所以這個部分像這種個股 我們在接下來 就會採取一個避險的動作 所以我會提醒大家 這個裡的行情 當然操作 當指數來到萬點附近的時候 你真的要十分的謹慎 那我們這裡面 接下來的操作當中 將會採取一個多空雙向 強勢股的部分有爆發力產業 車用電子我們仍然持續看好 起機我們繼續賺 建核心我們繼續賺 但也有一些股票 開始要建立融券空單 因為大盤第一個 已經出現過熱訊號 台積電未過前高 要預防大盤有回檔的風險 那第三個特別注意 人生有幾次萬點可以空 過去20年 240個月的歲月當中 只有5個月 指數觸及到萬點 你有幾次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為了在接下來 不但能夠賺到做多的錢 更要去擴大利潤 不只要太弱則強 現在我們接下來將要幫助投資胖 空落多強 如果說投資胖 你也想把握這一次的機會的話 我們都歡迎大家 待會廣告時間 就我們這個服務電話 歡迎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聯絡 祝家家投資順利 我們第二階段還有更精采的亮點 馬上再回來 心肺耐力等多項檢測 還有銀髮族專屬檢測項目喔 這裡的教練親切又專業 那我也要定期來檢測 5-8-6-8-2-7-5-2-5-8-6-8 陳通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陳通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代盡一定代出 精準分析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讓您成為股市中的常盛軍 陳通投顧值得的托付 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這兩天台北股市碰到了萬點大關了 那我在前兩天其實都提醒投資朋友說 這裡反而要稍微注意一下風險 本來我想說這樣講大概就沒有人會加入我們會員了 畢竟大家都這個地方覺得行情爭熱 正想要買股票 我反而在潑大家冷水一樣的提醒風險 本來是想說應該沒有人會加入 反而滿意外的 這兩天反而有滿多會員朋友 願意說這當中此時來加入 那很多會員這時候加入都說 聽到憲榮老師這樣分析 就知道憲榮老師跟其他投股老師不一樣 不像其他投股老師這個地方 還在用力的喊說 他亂點只是起漲點 台北股市還會再大漲 還有很多漲停板可以賺 很多投股老師為了要做生意 這裡都拼命的叫大家買就對了 可是憲榮老師反而提醒大家風險 所以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得出來 憲榮老師是真的有在顧慮會員朋友 能不能夠真正在股市裡面賺到錢 所以反而更願意在此時來加入 當然我們也會秉持的同樣的理念 繼續的秉持我們的專業用心跟誠信 幫助會員朋友在股票市場裡頭 一塊來發大財 那在接下來當然指數上到萬點之後 提醒大家曾明忠 金管會的主委曾明忠曾主委告訴大家 用平常心來看待台股的萬點行情 也提醒大家股市投資一定會有風險 所以這地方我們為了要考量風險 我也跟大家講 大盤第一個爆出1600多億大量之後 有過熱的現象 注意台積電未過前高 如果台積電接下來回檔 大盤指數要預防 大盤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回檔風險 那這個地方加上指數 來到萬點去想一想 人生有幾次萬點可以空 過去20年來 我做股票也差不多20年了 足足240個月的歲月當中 指數只有5個月曾經在這當中觸及到萬點 其中更只有1個月收盤指數 是在萬點之上 其他239個月都是在萬點以下 換句話說這個地方我會告訴大家 你要有一些空單部位 這裡我們接下來的操作 為了要降低風險 也為了要擴大利潤 所以賺錢的關鍵 我們之前說是太弱則強 弱勢股要捨得賣 強勢股這當中趕快低擋滿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升級版 變成所謂的空弱多強 做空融券放空弱勢股 買進做多強勢股 那這當中當然強勢股的部分 我們仍然繼續鎖定在 今年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尤其在汽車電子的部分 車用電子像胎壓偵測器 2007年美國立法把它列入到 標準配備之後推動TPMS 開始大幅度成長 而TPMS胎壓偵測器平均壽命 最多到7年左右大概就要換了 而2014年開始你會發現 7年前的一個TPMS開始立法 去年已經開始出現 明顯的換機需求 再加上2018年中國規劃TPMS 要列入到汽車的標準配備裡面 成為TPMS下一個新市場 那這個部分未來 還是會大幅度成長對不對 那再來包括VtoV 除了TPMS之外 VtoV車間通訊系統的一個部分 所謂的車間通訊系統 當然不是駕駛跟駕駛在講話 指的是利用無線傳輸的方式 讓車輛的一個電腦系統 能夠在275公尺的範圍之內 知道彼此的位置 彼此的車速等等的動態 以防止汽車發生碰撞 車禍等等的發生 那這個部分如果能夠廣方應用 美國自己估計 每年可以減少70到80%的車禍 所以美國正在立法 準備要將所有的新車 出場的時候也開始配備所謂VtoV 那這個部分未來會不會爆發性成長 當然會嘛 對不對 那也是我們為什麼持續 看好企機的原因 再來看到包括像 AD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什麼叫ADAS 什麼叫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最主要是基於 智慧汽車的主要技術 輔助駕駛開車能夠更安全 包括了行車輔助系統 夜市系統 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前後防撞警示系統 盲點偵測系統 自動車具空置巡航系統等等 這個部分總市場 從2013年的180億美金 將要到2018年持續成長到1650億美金 呈現10倍速的成長 所以這裡面的公司 業績會不會持續的跟隨著這樣上來 當然就有機會 當然股價的部分會不會這樣漲 當然就有機會 這就是我們做多買進的強勢股的重點 裡面龍頭指標的起跡 當時股價在60幾塊的價位 六字頭 當他股價在低檔 這當中轉強訊號出來 我們帶著會員朋友開始卡位 現在已經從65塊半 最低是65塊3 65塊半到67塊8資金佈局 漲一波上去76塊1 壓回70塊2那天都繼續再買 現在創新高 今天已經到83塊2了 繼續創新高 那這個部分投資朋友 你都可以放心 我們的call訊 絕對是經得起市場考驗 如果你是我們的會員朋友 如果你加入當時起機 你說11月16號沒有受到起機買進 3月26號沒有受到起機買進 保證全額退費 十倍百倍都沒關係 因為絕對經得起考驗 那在這當中起機已經上來 那儀頂的部分 我們從去年特別會員 70塊附近推薦 71塊附近推薦 今年95塊繼續的一個推薦 那現在股價又漲上來對不對 漲到130幾塊價位 這地方也是一樣 絕對沒有任何虛偽造假 如果你是我們的特別會員 去年4月份你說沒有買儀頂 今年2月份你說你沒有買儀頂 收到指令之後 這當中你說沒有收到 絕對都全額退費給大家 絕對經得起市場的考驗 那這個部分都是我們在機前鎖定的 包括像建核心的部分 上個禮拜 股價在38塊附近 都還建立會員朋友 新建立的這個新加入的會員朋友 開始買建核心 你會發現到最近強勢股 就是集中在這個部分 買完3月23號拉到漲停板 4月24號繼續的大漲 今天股價又創新高 大盤今天是下跌是6點的 又繼續的大漲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只要能夠鎖定 有爆發力的產業 黑馬股還是一檔接一檔 那如果說你只想做多 我會叮嚀大家 今年一定要鎖定在車用電子這一塊 再接下來全新的黑馬股 已經跟大家來做一個 這當中準備了 包括像這樣子的一個股票 前陣子大戶在這裡進玩火 最近拉回來 指標出現轉強訊號 這個地方就特別密切留意 接下來去年賺了8塊錢 今年業績有機會 逐漸走高的情況之下 什麼時候會開始發動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 最近都是一個低檔佈局的機會 像這樣的一個股票 都是大戶最近進貨當中 技術面轉強 車用電子的新黑馬 今年如果要做多 不要放棄車用電子這一塊 那如果說你在這地方 認為指數萬點 風險已經大了 我們也在開始 這當中空單避險部位 尤其在今年業績持續下滑的 平板電腦相關產業的部分 大戶持續在出貨 轉弱訊號出來 反彈上來 趁著這地方 都是一個絕佳的 一個避險的空點的時候 也歡迎投資朋友 好好把握住這一次這當中 多空雙向 可以降低風險 又可以擴大利潤的一個賺錢機會 所以在接下來的操作 跟大家叮嚀 最重要的關鍵 你還是要去做好太弱則強 甚至升級上來 弱勢股 記得懂得放空 強勢股拉回來 繼續來做多 不但可以降低風險 更可以擴大利潤 如果想把握多空雙向 兩邊都能夠大賺機會的 投資朋友 我們都歡迎大家 加入極品操盤團隊 加入全市場 最專業最用心最重誠心的 極品操盤團隊的行列 詳細的辦法 待會歡迎跟我們的 服務人員大家做聯絡 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明 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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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